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萧乔云 始终不正面回应是否会代表国民党参选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的严宽恒 今天晚间终于合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公开宣布投入补选 对于严宽恒决定正面迎战 专家分析虽然严家在地有基本盘 但随着全民结构年轻化外移人口增加 其实严家在地势力正在逐渐瓦解 而严宽恒身为台中黑派少主 最近严家被爆出了长期把持正兰公等负面形象 连地方人士都显现反弹潮 其实带你了解更多选情分析 把时间交给记者吕月琪 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严宽恒决定正面迎战全部参选 不过近期严家相关负面消息连环报 恐怕成为影响选情的致命一级 显然他们不想放手 他们要做最后的一波 那他们这一波如果输的话 可能严家的整个势力 就会从这局开始成为一个转利点 然后接下来就会逐步挖解 因为他们从罢免这地方已经打得很吃力了 那罢免打完虽然险胜 可是如果补选没上的话 就像最近这一两个礼拜以来 严家这些负面新闻欠债 然后等等这些问题曝光了之后 他们形象是比以前更差 很讲道义的江湖大哥的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不只形象问题被放大解释 专家认为过去严家擅长动员人脉拉票的选战打法 恐怕早已随着严亲彪和严宽恒父子世代交棒 逐渐淡化影响力 严宽恒那时候2013年补选 跟陈世凯就只差一千多票 2016年民进党陈世凯再出来选 那跟严宽恒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这个小 那显然的是说 其实严亲飘他过去累积的一些地方的实力 到达他儿子这边的话 已经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了 过去大小选举都无往不利的严家 如今面临挑战 专家解读地方民意 对严家长期把控地方势力 也产生厌倦心理 显然的是说这有点公权力 跟政治还有宗教 跟他地方上面的这些势力相互结合 那有些地方人士是表示厌倦 因为并不是说 所有地方人士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有拿到严家的这些好处 反弹善浪浮上台面 另外随着地方选民结构改变 严宽恒出征中二选区 这一仗有胜算吗 最近这几年 屋日那边慢慢发展起来 很多外来移民 包含中科那边的发展 整个选民结构有所松动跟改变 达到这局来讲的话 严家要去胜选的几率会逐渐的下降 这大概就是还是五五坡的一个局面 毕竟他们原本有的势力还是在 但是已经跟一两个月前 大家所想象的那个状况有非常大的落差 立委补选延烧 民进党派出前立委林静怡 国民党则由严宽恒加入战局 两方布局大致敌定 势必又是一场蓝绿之争 介绍的月期采访报道 严宽恒宣布参选 国民党也总动员站台相挺 但严宽恒却始终未能够正面回应欠债疑云 媒体人周一寇今天再度在脸书上爆料 指出严宽恒位于杀戮的服务处早已经被罚拍 但严家却仍然站着不走 另外媒体人黄阳明也在脸书上贴出严家的债务清单 更写下 国民党能够罢免成功不表示就能够选赢 而这是立委补选受到全国瞩目 严家势必会接受比过往更严厉的检视 如果严宽恒不能够说清楚严亲标的债务 就只能够等着被攻击 这样不止败权的几率高 还必须要承担严家身败名列的风险 若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现在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记得让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新闻议题